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喔!那舅舅能不能給我建議 我目前的狀況要先集中火力在哪個工具上面比較好呢? 這些可以展現自己的社群平台 我們統一稱作自媒體 你現在已經開始感受到自媒體的威力了 為你達到了免費曝光的機會 那接下來呢,我會建議你花點小錢 去建立你自己專屬的網站 可是網路上很多免費的部落格平台 而且又有那麼多自媒體 為什麼還要付費建立自己的網站呢? 你問得很好,這也是很多人常問的問題 那我問你喔,你如果使用免費的部落格 上面出現了一堆和你個人無關的廣告 那你會有什麼感覺? 而且到你部落格的訪客 又會有什麼感覺呢? 我會覺得很討厭 訪客也可能會點擊別人的廣告 離開我的部落格 對啊,其實我們辛苦建立的內容 就是希望獲得別人的關注 但是版面上如果有別人的廣告來干擾 那真的會讓人家感覺你這個網站不夠專業 另外啊,你知道之前台灣有很多個知名的部落格關閉服務嗎? 對耶,好像聽說以前有個很大的雅虎部落格和五名小站消失了 沒錯,其實還有其他多個部落格平台也關閉了 那些曾經在上面發表了數百篇文章的站長啊 多年的心血都隨著平台的消失而不見了 所以如果你要認真地去經營自己的內容 當成創業的素材 我就強烈建議你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網站 這主要的原因呢,有幾個 第一個,站內不會有別人的廣告 所有的這些圖文和影片啊 全部都是你自創的內容 就算要安插廣告啊 也都是廣告你自己要銷售的商品 擁有這些控制內容的完整自主權 那第二個呢 你可以設定自己專屬的網址 自己的網址就是品牌的象徵啊 經營自媒體呢 最重要的就是具備品牌的思維 我們可以為自己的網站去取個名字 然後設定一個專屬的網址喔 那第三個啊 功能彈性這個擴充性也比較高啊 你經營自己的平台呢 一定是有潛入深 那未來的需求呢一定會增加 使用別人免費的平台的話呢 這個功能啊是有很多限制的 沒有辦法去自由擴充的啊 還有第四個啊 你可以安裝像素的程式嘛 這個功能超級重要 但是很多人不懂 所以呢就不太重視 所謂的像素啊就是每一家平台的分析器 比如說Facebook和Google啊 它都有提供像素的程式碼喔 可是安裝像素要做什麼呢 聽不太懂耶 你可以把這個像素的程式碼 當成一個監視器 如果呢你開了一家店 然後安裝一支監視器 就可以透過這個手機的APP 去觀察誰去過你的店 去了多少人 對吧 那如果呢你把這個臉書的像素啊 安裝在你自己的網站 那這個臉書呢就會知道有誰去過你的網站喔 這麼厲害喔 可是FB有這些資料要做什麼呢 我前面有提到啊 這個臉書可以刊登付費廣告還記得嗎 可是呢你買了廣告 要投放給什麼樣的人看呢 其中有一個選擇啊 就是可以投放給那些 曾經去過你的網站的訪客喔 哇太厲害了吧 你有沒有發現 你曾經去過某一個網站 看了某一個產品之後呢 你上臉書就一直出現那個產品的廣告呢 對耶 原來他的網站已經知道我去過了 所以我的FB就會一直出現我看過的產品是嗎 沒錯這個就叫做再行銷廣告 不只是臉書喔 連Google的廣告也有這樣的功能 你有沒有發現當你看過某一個網站的產品之後 不管你到哪一個網站上 上面的廣告版位就會出現你看過那個產品對吧 原來如此 原來這就是像素的功能喔 沒錯 如果你有了自己的網站 你就能夠做一樣的事 只要去刊登再行銷廣告 就能讓那些對你的產品有興趣的人 再去看到你的廣告 而且增加成交的機率喔 根據統計啊 這種在行銷的成交機率 還會再拉升30%以上喔 而且我們並沒有一直去發信 或者是發簡訊去打擾這些客戶 而是讓這些訪客呢 不經意的看到你的訊息 讓你的廣告如影隨行的跟著他 最後讓客戶自動來找你喔 可是建立自己的網站 不是要花很多錢嗎 如果是十幾年前呢 肯定要花很多錢 但是現在時代不同啊 有很多的駕站工具變得非常的成熟 例如啊 WordPress這個駕站軟體 本身是可以免費下載的 只要你去注重一個網路空間 也就是我們常講的虛擬主機 就可以安裝WordPress囉 重點是啊 現在坊間也有很多書籍和線上課程 都有WordPress的教學 只要你照著做呢 每天花一個小時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啊 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做出一個非常漂亮的網站喔 那虛擬主機會不會很貴啊 也不會啦 剛入門的使用者呢 通常都去購買最便宜的方案 一年不到三千塊 真是非常值得投資喔 畢竟啊 這是你的身材工具 一定要投資的啦 等到網站流量變大 你再去升級就好啦 另外呢 我再告訴你一個小秘密 自己架設網站呢 再去配合定期的部落格內容分享 就可以讓很多訪客 透過Google的搜尋情 找到你的網站喔 因為你的網站呢 也同時是一個部落格 可以撰寫各式各樣的文章 去優化網站被搜尋的機率 也就是網路行銷常聽到的 SEO 搜尋情優化 只要你的內容呢 經常被Google搜尋到 等於你不用花錢 就能夠讓客戶自動來找你了 然後再配合我們前面所說的 讓訪客去填表單 那你的潛在客戶名單 是不是就越來越多了 而這些名單呢 你再去搭配 自動回覆信件的系統 讓訪客呢 去逐漸透過多封信件的增加 對你的信任感 那你的行銷流程自動化 是不是就越來越完整了呢 真的耶 我突然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 好興奮喔 那我要趕快去做 你現在就像我之前說的 先集中火力 把文章都集中整理在你自己的網站上面 因為這是你的根 你的家 任何社群平台呢 都有可能退流行 甚至關閉 所以呢 你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根 然後再把你的文章內容 複製貼到 Facebook Instagram 等等 其他任何你有時間去經營的社群平台上面 讓你的曝光率呢 盡可能的在網路上灑下天羅帝王 那我需要開始買付費廣告嗎 可以 但是要把握兩個原則 第一 你要先讓自己的網站上有超過至少五篇以上的文章 第二呢 你先在自己的網站上去做好名單的收集頁面 就可以開始用小金額去買一些廣告 然後連結到你的名單收集頁去讓他們填表單喔 善用駕站工具建立自己的網站 可設定自己專屬的網址 功能彈性擴充性高 站內不會有別人的廣告 令可安裝像素程式碼 發揮再行銷廣告效益 提升百分之三十以上成交率 買付費廣告原則 一 先有超過五篇以上文章 二 先做好名單收集頁